在這邊的話我們順便看一下就是說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的內容 我們的內容 實際上會有很多的相關 很多相關那我在這邊比如說我這個先換回就是 看一下 把它換回我們一般的那個 先關一下 然後換成就是我們那個新制圖的 綠色新制圖的方法 那你看一下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項目可能會 有不同的相關連比如說 現在我可能這個 我可能在這裡 是放在這個目錄之下可是他可能又跟另外的相關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拉上那個什麼 關聯的圖比如說我在這邊點到了 你可以從這邊選也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關聯 你可以用像這樣把它作為關聯 那他就可以跟 比如說我跟這個又跟新制圖相關 那麼你在這邊它就是一個被子曲線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關聯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這個是相關的可以像這樣去做連結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讓您大概了解意思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是相關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這樣關聯起來 那當然這個不會因為說 你改變了他的這個 就是新制圖的 類型 那個就不見 它就會留著 那另外有一種是說你想要做一個總結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叫做什麼 加上栽藥 有沒有 這幾個是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蠻實用的工具 我們剛剛關聯是這個這個是栽藥 那 膠外框是 像這樣子 這樣你大概了解 比如說這兩個又是一個主要的 一個小資料的主題 那我可以把它做這樣子 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大致上其實我們常用的差不多是像這樣 那剛剛有同學在試這邊的這個 那個叫做 框的樣式 我們來這邊把這個 風格 樣式 檢視出來 那主題 這裡 下面有外框 這個框指的是這個框 這個 指的是這個框 沒有變 它這個外框指的是類似像這樣子 是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當然其實它本身就是說 它本身事實上 你在這樣做調整都還蠻靈活的 都還蠻靈活 所以原則上其實 我們大致上新制 差不多就是像這樣去用 那麼 一般的話 除了這個 以外呢 我們順便看一下就是它的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這個中文的官方網站 您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其實你直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就可以了 SMAIL的時候我們來這邊找看看 好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它中文的 應該不算 官方網站應該算推廣網站 你剛剛我們有看到對不對 這裡面呢 你所有可以看到軟體的下載 然後呢 這裡還有很多教育資源 比如說有沒有 有那些介紹新制度的書啊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看有沒有相關的 你可以從這邊來找 所以其實還蠻不正義 它中文的 網站裡面資訊真的還蠻多的 那另外呢 除了 用SMAIL以外 事實上各位也可以考慮用所謂的 雲端的 用雲端的 雲端的呢 目前 我是有找到這兩個 但是 一般來講雲端的 如果你是免費的 它都有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 就是 你的 檔案 必須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 這個檔案是私人的 那必須要註冊來請 不是註冊來請 就說付費來請 也就是說你想要用雲端的 就是在雲端儲存 然後 就是帶來帶去 而且很重要可以 視為 存檔的時候可以 存成私人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付費的 所以你可以參考 下面這個是有中文 但是 原則上功能就沒辦法像我們 在軟體端這麼多 它就是比較單純的 比較單純一些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殊一點的 事實上另外Google也有 Google的 有一個繪圖 在文件裡面有一個繪圖 可以做類似的 都是 比較屬於雲端的 比較屬於雲端的 這都是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想我們大致上 就是 SMILE的部分 差不多先講到這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 嘗試用看看 因為用了之後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就可以去再做一些加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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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